受伤军人从战场上归来后 又面临新的挑战 那就是早日康复适应日常生活 这里是维基纳州的福特麦尔军事基地 每个星期四早上 在首都华盛顿里德陆军医疗中心 接受治疗的一些受伤军人 到这里来接受起码康复训练 这些骏马属于美国陆军老卫队的葬礼牌 过去60多年来 葬礼牌的主要任务是在阿林顿国家公墓 为倒下的英雄举行葬礼 不过现在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 为受伤的军人治疗伤痛 25岁的陆军上尉塞沃德·麦金尼 无幸得了脑溢血 他正在重新学习走路 赛沃德·麦金尼是医疗技术员 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 被美军拘押期间 他曾经两次担任萨达姆侯赛因的手术助理 骑马能够帮助我平衡 让我伸展手臂 骑马的姿势对康复也很有帮助 马利亚·贝克曼是这个骑马康复项目的主管 她在2006年5月发起了这个项目 她说这个方法是有医学道理的 骑在马背上就像可以正常走路一样 让他们的身体得到运动 所以伤员在运动的同时 也接受积极的挑战 因为他们要正确地引导马前进 马利亚·贝克曼是一位退伍军人 他曾经在美国海军中服役20年 担任过骑马教练 对他来说 骑马疗伤是一个很自然的主意 34岁的海军陆战队中士迈克尔·布莱尔 在伊拉克战场上受了重伤 差一点在阿林顿公墓和这些骏马阴阳相隔 迈克尔·布莱尔接受了60次手术 患上了人工关节 他三年前就参加了骑马康复项目 马是最接近人类不太的动物 所以不管是肌肉问题还是神经问题 让你不能正常行走 都可以在骑马中得到好处 我只骑了两次 这一次我感觉有点酸痛 不过感觉还是有进步的 莱瑞·潘恩斯是一名退伍军人 是骑马康复项目的联合发起人 他的儿子也刚从伊拉克战场归来 幸运的是我儿子没有受伤 可是他队伍里的战友 有的牺牲了 有的受伤了 所以作为一个退伍军人 我一定要帮助他们 对参加这个项目的军人来说 起码不仅治疗了他们身体上的伤痛 还给他们心灵带来了安慰 29岁的马莱·科查韦是陆军兽医 专门看护寻找爆炸物的军犬 他也不幸得了脑溢血 他说他每个星期都盼望到 福特曼尔军事基地来 起码有利于我的平衡 增加心脏的力量 还能减轻我的抑郁症 当然有心理上的作用 这些马每天都参加 阿灵顿国家公布的藏理仪式 骑上他们是一个荣誉 我们觉得很亲切 特别是在这片土地上骑马 让你感到自己是一个 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因为对受伤的军人来说 感到自己仍然是部队的成员 他们一直有部队的支持 这很重要 到这里来和战友交谈 也为他们提供情感上的康复 马林亚贝克曼和莱瑞潘恩斯 都是无偿地提供他们的服务 这个项目的大部分资金 都来自私人捐款 看到军人脸上的笑容 就是对我的奖励 他们告诉我 他们很喜欢来这里 很喜欢葬礼牌的军人 起码让他们受益不少 美国万花筒记者任余扬 业凡首都华盛顿采访报道 下注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 最近十分钟 传言到初误 dele